如果你想在木板上雷雕這樣的照片圖案 那麼我們基本上還是要使用點證圖的方式 因為如果你是使用點證轉向量的話 其實效果不是很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怎麼做 首先你先找到你要的圖檔 那我們當然第一個件事情先做續背的動作 因為這樣能減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物件 可以讓你的主體更加明確 那以這張來講我把它複製之後 我就可以拿到Remove Background這個雲端區背的服務 貼上去之後很快就可以幫我們產生區背的檔案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打開在Photoshop裡面 進入Photoshop之後呢 我們第一個動作就是把它先轉換成灰階的 因為其實雷色雕刻事實上就是只有單一個顏色而已 好那轉換成灰階之後呢 我們再來這邊透過亮度與對比 把它的亮度提高減少它的對比程度 經過這樣設定之後其實會讓整個照片比較偏白一點 因為呢顏色差異太大或者是太深的話 其實我們雷刻會變得刻的很多 那會變得比較焦黑 那如果你做的一次不夠 你可以再做第二次甚至第三次 或者呢你也可以搭配在Photoshop裡面有變亮的筆刷 比如說這邊你會覺得比較黑 那我們就可以搭配這個筆刷把它刷白一點 如果已經處理好了之後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照片的解析度調高 如果說您本身的照片解析度不夠高的話 透過調高解析度 在這邊我們把它調成300dti 雖然一般我們圖片放大不會鼓勵大家用這種方式 但是在雷雕的部分呢 因為用這個方式可以產生更多的點 讓整個效果會變得更好 所以我們這樣放大了之後呢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把它轉換成所謂的點陣圖 轉換成點陣圖的時候呢 您可以把這度數的解析度把它再瓢高一點 這樣可以得到更細緻的點 那就會越接近雷雕打出來的那個樣子 在方法的部分選擇半色調網屏 好我們就直接按確定 最後呢你會得到一張像這樣的圖 它其實就是有一點一點的這個網點 像印刷一樣幫我們組成這樣的圖 用這種方式在電腦上看起來也許還好 可是呢透過雷雕的方式 它可以雕刻出更細緻的照片的品質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儲存成 PMG格式或JPG格式拿到雷雕的軟體來使用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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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